所以今天的主要的话题是从美国历史探讨美国两党政治的平衡问题 所以这里面牵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首先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 就是美国是不是一直是两个政党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是共和党和民主党 那么美国从建国的开始是不是就一直是两个政党 这是一个很多人就是说可能没有那么明确答案的一个话题 实际上美国从建国开始 美国出现过很多党 最刚开始的两个党 一个叫联邦党 一个叫民主共和党 那么后边还出现了像进步党 社会党 美国共产党 还有法党 所以美国从来很多时候 它并不是两个政党 它有的时候会出现三个政党 甚至参选的时候也是两个政党以上 但这里面就提出一个问题 为什么美国始终是两个政党作为主要政党 它这里面是两个 而不是出现三个或者四个 为什么第三个不可能发展起来 这些这是一个问题 为什么它会是两个政党 我的理解是说 美国之所以是两个政党 是因为它是代表着一种平衡 而这个平衡 它也是我认为美国 为什么在进入到近现代之后 成为这个世界文明的领先地位的一个状态 因为美国的这个平衡呢 实际上是 我之前聊的时候我都讲 蔡小师听了很多 那个安奈也听了很多 就是我一直认为 人类文明的发展有一个很长的一个大周期的平衡 这个平衡是个人和机体的平衡 就是个人和机体的平衡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来说呢 人类进入到近现代文明之后 尤其现代文明之后 哎 严谦 没事 人类社会进入到现代文明之后 实际上是进入了一种 集体的概念 空前高涨的这么一个 你看我们现在也能感觉到 像美国也好 中国也好 其实都存在一个个人和机体之间平衡的问题 那美国从它建立的时候 实际上美国比世界的其他国家 一个优先的地方在于哪呢 就是它之前它没有一个明确的 这个比如说王朝啊 王国啊 这种旧的 我们所谓旧的机体概念 旧的机体概念一个最大特点是 旧的机体概念 它不是真正的机体和个人的这个对比 旧的机体概念 实际上是把机体概念附着于个人 或者是家族 就是我们说的王族皇族的身体之上 就实际上是个人和个人的 怎么说这个 个体和个人的这种 对抗或者说是合作 代表代替了机体 机体更像是一种抽象的概念 很多人不理解 但它包容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社会里 但它没有出现一个具体的机体概念 但是进入到现代社会以后 是有机体概念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去理解国家 我们是有具体概念 一个国家有经济外交政府 这些 它是有具体概念 这些都概念不在附着于某一个个人 或者说是某一个家族的身上 个人和家族他们有控制 但是他们没有说 我们在讲什么王权天兽 这些东西都不在讲 但美国在建立它这个国家的时候 它实际上 它的之前没有存在这种旧的机体概念 所以美国在建立之初 它就必须要引入那个 Hello 所以美国在建立之初呢 它就必须要引入这个一个机体概念 那这个时候的时间点上来说 它有一点超前 但它基本上是引入的 想引入的是现代的这个文明的机体概念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国家这个概念 但是当时的美国人 他们并没有说比我们其他国家的人超前多少 当时的美国人也不理解 他们也大部分不理解 现代文明的国家概念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当时美国出现了两个政党 一个是联邦党 一个是民主共和党 民主共和党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 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共同的老组 当年是一个党 民主共和党 还有一个党就是联邦党 联邦党它想干嘛呢 联邦党实际上当时就要给美国国家的概念 就我要把美国建立一个 符合现代文明概念的政府 联邦党当时有两位比较著名的 一位呢是美国第二任总统 约翰·亚朗斯 另外一位呢就是现在 这个现在很多人很推崇 汉密尔顿 汉密尔顿当时 我现在很多像前一阵那个 汉密尔顿音乐剧很火 包括请到白宫演 汉密尔顿的概念是非常超前的 汉密尔顿基本上把美国现代的 这个政府框架基本上都在那个时候提关 但是美国老百姓根本就是基本上接受不了 所以汉密尔顿提出的东西 汉密尔顿最大的贡献就是写的那个联邦文迪 当时他和 主要是他写 然后另外一个主要的写的人是麦立逊 但是后来麦立逊跟他吵架 分开了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麦立逊觉得你这个东西 大多数的美国人接受不了 我没有把你这个太超前了 汉密尔顿说我这不超前应该这么做 所以两个人就脑坏了 那么但是这种情况就告诉什么 就是联邦党当时的主要想法是说 我要建立一个 告诉美国民众 建立一个国家一个政府 这个政府一定是现代的国家政府 他一定这个集体是说 不是某一个家族某一个个人来代表 他一定是代表大多数人的概念 但是当时的以杰伟逊为首的民主共和党 他们认为是什么 认为说因为杰伟逊写了独立宣言 所以他一篇第一就写了没人平等 每个人要保持独立性跟差异性 所以杰伟逊他们认为说你这个太超前了 我们不需要大政府来控制我们 所以我们的政府你的政府概念 应该是一个比较松散的一个 这个上面的一个统一的一个管理 而不应该是一个像 杰伟逊提出的那个又有什么 又有什么像联储的概念 就是国家银行的概念这些他都提出 但是杰伟逊他们说不行 所以当时真的很厉害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最初的美国 除了第二任总统是约翰·亚兰斯 联邦党出现以后 基本上后来都是民主共和党 因为杰伟逊提出的概念太超前了 老百姓接受过来 所以杰伟逊的概念没有办法成立 杰伟逊的民主共和党他就成立 就是占了上风当了总统 但是当民主共和党占了上风之后 联邦党逐渐的衰 这个时候民主共和党又发生分裂 因为民主共和党里边一部分人认为 政府就应该什么都不管 应该完全让我们自己的意愿去做事 那么也有一部分人认为 你必须要一定成足政府 在这种情况下 民主共和党就开始分裂 就是我们后来慢慢分成了 现在的民主党 这里边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美国大选的时候 我们经常去讨论说 民主共和党的区别是什么 就是我在群里边说的 另外一个讨论东西 就是我们很多人认为 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划分是说 一个激进一个保守 或者是一个是大政府 一个是推行个人自由主义这些东西 但实际上如果你仔细看美国历史的话 你会发现民主党并不是一直这么做 民主党实际上更多的 对我来说我的理解 民主党更多的是像一个 反映美国大多数人 他认为大多数人应该想的事情 而共和党更多的是认为说 我代表是美国的精英层想的事情 就是你的看法 所以当时在美国刚刚有建立的时候 精英层也意识到说 我美国必须 我们既然独立了 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政府 所以共和党当时 共和党那些人就是推行说 我要建立好联邦政府 但民主党反而是美国大多数人 当时觉得说 政府应该是一个很松散的管理机构 我们更多的是崇尚个人自由 所以那时候民主党就是 怎么说呢 民主党就是 当时分裂出来 民主党实际上是在野党 它是反映老百姓一种 很自由不愿意受管束的那种概念 因为它没有理解 现代文明的国家概念是什么 共和党那个时候执政 因为它是决定要成立政府 所以它会一直执政 但这个情况到谁那发生改变了 到我们看的那20块钱 钞票上的那位安德鲁杰克逊 安德鲁杰克逊当时是一个 很有名的美军家 他有战功 他有战功呢 所以老百姓欢迎他 同时他提出的口号就是说 我们就应该 没有人管我们 我们应该是保持个人的自由 政府应该是 没有那么大的约束力 所以当时 安德鲁杰克逊就 作为民主党 新的民主党 当上了总统 那么在这之后呢 美国的政府就一直 政府规模一直没有太大扩大 这个到什么时候改变了呢 就是到了南美战争 林肯那个时候 林肯共和党那时候 南美战争时候的美国的政府 虽然是共和党 但是依然是小政府 它政府并不大 这边什么小政府呢 这边说一个 我还可以跟李肯彤说过 我们现在最头疼的美国 个人所得税交税 我们很多人交 估计都交到百分之 高的可能交到百分四十 更多 美国实际上 大规模征收 个人所得税 是到一战才开始 一战之前 美国是不怎么征收 个人所得税的 这就说明 当时之前一直是 联邦小政府 就是说 他不是很 林肯的共和党政府 如果是强力政府的话 就不会有当时民主党 在南方的那个 奴隶制的那个事 那么当时共和党呢 就是小政府 那么民主党这个时候 比如说我们要按照 进步和保守来划分的话 那么民主党 南方民主党 他支持奴隶制 我们应该认为 他是保守 他说明那时候 民主党他不是基督 所以说 我没有办法 一直按照基金和保守 来判断这个政策 所以当时的南方民主党 就说 我们最有意思是 我们现在说特朗普 特朗普经常说 要尊重周全 周举 周全 但当年南美战争的时候 这是民主党 民主党认为 南方的事情 南方做路 联邦政府不能干预 所以那个时候 民主党是 差了是跟现在特朗普 但后来就发生南美战争 南美战争之后 这个 南美战争之后 当然共和党继续指责 那么这个时候 共和党 南美战争之后 美国的经济发展 和工业发展 让美国开始 真正的在物质基础上 开始进入到现代美战争 那么这个时候 国家的概念 现代的国家概念 开始在美国 开始逐渐的普及起来 那么在这个时候 共和党 小政府的旅行 就开始出现问题 而这个时候 在美国又有一个 很重要 很重要 很重要的因素 在美国历史上 很重要 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在 19世纪末 美国开始出现 大量的外国移民进入 这包括我们所熟知的 华人 华国移民 还有最主要是 欧洲移民的 欧洲移民的移民 它带来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我刚才前面说了 民主党 它一直认为 我应该代表了 美国大多数人的项目 而当时美国的 外国移民的 一进来的数量 已经足以改变美国 尤其是东部的人口购乘 在这种情况下 进来的这些移民 大部分人是属于 非数量工人 他们必须在大城市里 又打工 他的打工就意味着 又改成美国 是一个当时的 工业文明 迅速发展 工业革命 所以大量的欧洲移民 实际上就被绑定在了 现代文明的 这种工业的 这种环境 我们都知道 现代文明之所以 集体概念高度的膨胀 是因为人和人之间的 绑定更加了紧密 那么 人和人之间的绑定 更加紧密 最强烈的法 实际上就是在工业 那么大城市里 大量的外国移民引入 涌入 然后他们又通过工厂 绑定在一起 这些人的思想 就开始接受说 我要依赖工会 我要依赖 这个政府 所以当时 共和党是小政府 他认为我很多事不需要 或者管的 比较 没那么紧 所以就造成当时 东部的很多城市的 城市的政府 出现了大量 所以我们老觉得 好像中国 这个改革开放 30年出现腐败 这是一个好像 中国特色 其实不是这样 当年的美国的工业革命 发展迅速发展的时候 美国整个东部城市的 城市政府 基本上是腐败纵生 而且当时被称之为 每个城市都有幕后老板 他们叫幕后老板 什么叫幕后老板 就是这些社团 他实际上控制了 整个美国大城市 整个的那些 而且他们的群众基础 就是大量的外来移民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的大多数人的想法 开始变了 不再是说我要自由 那个时候 什么样的美国人 就寻求自由主义呢 这样的美国人 基本集中在美国的西南部 从就是密西坡 往西一直到加里福尼亚 这一片 他们这是传统美国人 对外扩张 这些人他们需要的是自由主义 所以当时出现的情况 是西南部分的美国的 中原参议员 他们共和党多 他们要求依然保护 个人自由主义 但是东部的 大多数的这种 外来移民为主的这种社区 就开始想要就说 我需要控制政府 需要政府来帮助我 这就是为什么 到了19世纪末的时候 在共产党连续执政之后 突然冒出了一个民主党的 美国人总统 这就是克里夫兰 克里夫兰 这是美国 应该是 克里夫兰如果没记错的话 他是美国 所有总统里唯一一位 先当了四年 退下来 过了四年以后 又选 又当了四年 就是特朗普要做 就是第二个 他应该是第一个 他是民主党人 他当时就是比较代表了 这种民主党的转变 开始寻求大政府 就是政府要管的东西更多 但是呢 他上任的时候 并不是说最好的时候 他的这种想法 当时并没有得到完全的支持 所以共产党再次反击 又是又回来当总统 那么共产党这个时候呢 就是出现总统是 是麦金来吧 特朗普特推崇的麦金来好像是 但是共产党这时候当总统呢 美国这个时候问题很多 腐败 然后包括公朝 这个资本主义刚开始扩张 垄断资本出现 垄断资本出现 就包括要怎么控制垄断资本 这些问题都出来了 在这个时候呢 美国就开始兴起了 这个进步主义市场 什么叫进步主义呢 就是要求大家承担更多的 社会责任 社会义务 然后大家这个 这个社会的绑建性更好 然后这个包括工会啊 包括这个 比如说这个 劳动权力的平等啊 这些当然美国就出来了 而且那个时候 美国这个左翼进步 就像我们所说的 这个共产党和社会党 都是那个时候 势力比较大 在这个情况下呢 美国就兴起了进步主义 那么本来进步主义呢 是民主党的旗帜 但这时候共产党出了个牛人 共产党出了谁呢 共产党就出了 现在总统山上的 那四位中的一个 西奥多罗斯福 我们中国人很多 一说罗斯福都想的是 二战的弗兰克林罗斯福 但实际上美国 为什么总统山上是 西奥多罗斯福 因为西奥多罗斯福 当时实际上民主党和共产党 关于这个进步主义的问题 实际上产生很大的分歧 但是作为共和党人的 西奥多罗斯福 以他非常独特的人格魅力 和他非常这个果断的 这种行政手段和这种能力 他是共和党人 他提出了进步 他提出了很多的 补合进步主义的概念 所以那个时候西奥多罗斯福 作为共和党总统 非常受民主党 因为他相当于是 把两个不同的意义融合起 那么当他四年当完了以后 老百姓说 那你千万你再当 西奥多罗斯福说不行 我当够了 我想去 我想去非洲打练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认为他的继任 也是共和党下一位总统 塔夫多能够继承 他的这种理念 接着当 但没想到塔夫多 是一个传统共和党 又回到了 跟进步主义隔阂的那种 那种小政府那种 保守的状态 那么老百姓 就觉得不行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又出了另外下一位 进步主义的代表总统 也是和我们中国 很有关系的威尔逊 威尔逊是进步主义 集大成者 也是美国完成进步主义 进步的总统 这是威尔逊 他是民主党 那么当时威尔逊呢 就是非常强势 然后又碰上了一战 所以美国这个时候开始 就是民主党执政 大政府 威尔逊在一战的时候 这个很多人有兴趣听 我跟很多人都讲 一战的时候 美国要实行 要拿战争经费 怎么办 战争 从来不能靠关税 世界大战 没有关税 任何可能性 因为所有的世界大战的时候 所有的国家都参战 大家都穷 关税没有任何意义 大家都在借钱 借钱不是现金白银的还给你 将来还 所以任何一个国家要想打仗 打世界大战 关税没有意义 捞不着钱 只能从内 从内部拿钱 内部拿钱两个方法 一个是国债 一个个人所得税 所以美国在一战的时候 个人所得税 个人累进所得税 这个大家听了都记住啊 美国一战的时候 个人累进所得税 最高额 77% 也就是你的收入的77% 我说是累进税是最高 是最有钱的人 77%收税 交等 给你剩23% 这是当时美国做出来的事情 而且一战的时候 美国的个人所得税增加之后 到一战结束之后 虽然说回落 但是基本上 根本就没有回落到原案的样子 基本上从此以后 个人所得税 就成为美国政府的一个 主要的创收手段 那么最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实际上关于一战 这个就对于美国两个政党的业练 最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呢 威尔逊在我们很多人眼里 如果你仔细看历史的话 你会发现威尔逊是一个很伟大的 他不能说伟大吧 就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东西 我们现在很多人看特朗普 我觉得特朗普很奇特的一个人 他从他参选 要参选美国总统 到他当上美国总统 就是短短的 那么几年时间就当美国总统 实际上威尔逊跟他是基本上 甚至比较 威尔逊基本上从他决定从政 到他当上美国总统 还是两年还是三年 但是他们俩对大不同是 特朗普是商人 威尔逊是学者 威尔逊曾经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 所以威尔逊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很突出的一个美国总统 但这里我要强调最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 在威尔逊这么一个非常能力 有能力 在历史上可以大叔特殊的一个总统退任之后 美国老百姓选出了下一位总统 让很多人都大跌眼镜 选出下一位总统叫哈定 这个哈定总统 为什么大家大跌眼镜呢 因为这位总统是美国历史上最差的总统 他一上任就把他所有的牌友和泛友 全部安排到了美国内阁里 而且这些牌友跟泛友们呢 还特不争气 全部都开始贪污 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腐败贪污 什么那个国家工程 然后收贿赂 然后包给别人 这就是他们干的 然后后来被美国国会就是揭发出来以后 那个追责 哈定一气之下 说我不干了 我去那边西边去演说 路上呢 就连惊吓带什么的 反正就心脏病去世 但是哈定之后 美国接着整个二十年代 美国实际上全部是过的 这就说明什么问题 就是 美国的老百姓呢 大部分老百姓呢 在遇到国家出现重大变革的时候 他们总是刚开始是寄希望于 这个能够把大家 怎么说 统一思想的这种政党 然后来领着大家 然后呢 在碰到紧急情况下战争的时候 美国所有的战争的时候 重要战争时期 全部都是民主党 一战如此 二战如此 朝鲜战争如此 结束战争的时候 基本都是共和党 这是美国的一个特色 当然了 最后来就 上个世纪 二十世纪末的时候出现改变 因为海外战争是老布什 然后那个反共战争是小布什 那你没办法 你碰到突发事件 正好你认上 你得干这个事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你比如说 阿富汗战争结束 实际上是特朗普开始 那么拜登最后只是收尾 但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美国老百姓 他刚开始会觉得 我这个时候社会变革 社会矛盾多 我需要政府来带着我们 统一思想把这事搞定 但是政府一旦统一思想 搞得到神以后 老百姓发现这不行 我不能被这样统一思想 所以他们会回去 又去寻找说 那种可以把政府的能力 限制住以后 能够给个人更多自由的 所以这是为什么 每一次民主党 强势总统当王之后 共和党出来的总统 一般来说都是比较 能力上 但我们来说比较差 因为他们希望这样的总统 能够给老百姓更大的自由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平衡 不仅仅说是一个 谁进步谁保守 更多的是老百姓 个人和集体之间 这么一个概念的 这么一个转换 所以我们说 还有一个我这样说的是 当年夏尔德罗斯福 跟那个共和党分裂之后 夏尔德罗斯福说 你们共和党不支持 我搞进步主义 那么我又不想去当民主党 所以你看这屏幕上 现在写的这个进步党谁撞 进步党就是西奥多罗斯福 而且说历史是很有意思的 西奥多罗斯福当年 如果不创立进步党的话 没有威尔逊的事 还是共和党 天下 但是就因为他创了个进步党 把选票一分 威尔逊打了 所以这就是美国历史 所以这个我想说的 反正说的也是 这个 这个 这就是刚才罗斯讲的 就是美国他总是会回归到 两个主要转 这是因为他的平衡关系 这个不是说他一定要回到 两个主要转 人是说美国他代表的是 一个个人机体的平衡 这个平衡就是两端 所以他就是两个主要转 而不是说一个简单的说 是进步或者保守 激进或者是落后 应该说民主党从 上二世纪初开始 接受工会的概念之后 民主党就开始逐渐认为 他是应该领导的 最少他认为 他是应该领导的 广大人民群众 走向进步 共和党认为 大家是有差别 有人先进 有人落后 我们必须要考虑到 大家各自的差异 你比如说一个最简单的 就是现在两党争论 像特朗普经常讨论 说州权至上 也不是州权至上 就是州权应该被 很多事情应该由州来做决定 那么民主党认为 州不应该有这样的权 这实际上就是一个代表 他们这种差 因为共和党 其实特朗普这种观点 他不是特朗普自己 不是说共和党给 就是说我每个州 这个州的老百姓 民众他们有决定 他们根据他们自身的情况 去决定他们这个事情要怎么做 那么联邦不应该插手 应该让他自己去完成这个 那么民主党认为 我们联邦作为所有人的 这个领导者 我们有义务去帮助 落后 就是我们所说的 要帮助后进的 帮助后进的人进步 但这个东西呢 最关键的 不是说谁的观点更有道理 而是在于 这两种观点 同时存在的情况下 相互作用 保持美国 保持在一种动态的 这可控的平衡范围之内 向前进步 这是最重要 但美国很多人就说 美国是不是衰落 这些问题 实际上美国 是不是衰落这个问题 最关键的问题是 你如何判断 美国的平衡 是不是被打破了 而且这个平衡 因为它是动态 所以你打不打破 这个是要有自己判断 不是说 你感觉这个平衡倾斜了 就认为它被打破了 不是的 它在倾斜之后 只要它能回归 它就是还是一个稳定的平衡 所以这个判断呢 需要看事情的发展才能够 但是呢 就跟我们中心一点 就是说 实际上美国从建国起 它就直接进入二人平衡状态 平衡 实际上是这个世界一个 最本质的 人类文明的最本质 它一定是有平衡状态 这是为什么 像中国传统文化 我们讲平衡讲阴阳 就是它是一个 一个先要考虑平衡 平衡 但是平衡这个概念呢 不是说简单的说 你想像一个天平 两边平衡就 平衡概念很复 这个将来我们 中心开始第一轮讲座的时候 会讨论这个平衡 到底要怎么理解 因为要理解什么是平衡 平衡不是相等 同时平衡又是复杂的 大平衡跳小平衡 然后平衡再一个 最关键的问题 是说你要理解一个平衡的话 你必须要知道平衡两端到底是谁 你若不理解平衡两端的代表是什么的话 你所有时候看到的平衡是假平衡 其实我举个 这里边反正说到这儿了 本来这个我想的是后来将来在那个中心里边说 我竟然跟其实这个外国的朋友应该很多人英语里边 他们可能会理解了解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在西方说的比较多 我们中国说的比较少 就是关于发现 就是关于这个南半球的地理探索 这一个很非常明显的关于如何理解平衡的例子 原来的所有的这个西方文明的人 包括东方文明的人 他们都原来的人都认为 这个地球应该是平衡的 重量应该是平衡的 所以呢 当他们发现 越来越发现这个亚洲大陆 有欧洲大陆 亚洲大陆 然后那边又有了这个 又发现了这个美洲大陆 当时人一看说 呀 这个北半球这么多陆地 所以说 那我们要平衡嘛 重量要平衡嘛 所以当时基本上西方认为 南方 南半球应该有同样的一块巨大大陆 所以当时 所有的欧洲的地图上都会放上话 出南方有一片大陆 在南极 往那边有一片大陆 所有的人都不 所有的参线都奔着这个大陆去 这说明什么 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 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是错误的概念 南边根本没有 只有一个南美洲 然后南极洲 从陆地的土地的那个重量上来说 它根本不可能跟北半球匹配 它是一种不平状态 但为什么大家认为 从平衡状态认为 南方一定要大陆 就是因为我们在考虑平衡的时候 我们没有考虑到水 它是有重量 他们忘记了海洋同时也 这个平衡的重量 实际上是陆地和整体的 你要把这个思想的深度 深度就往前深一步 把海洋和陆地包含 这边考虑重量 而不是单纯考虑陆地的重量 所以当时的人就认为 我平衡就是陆地和陆地的平衡 所以产生那种错误下 那种错误下到什么程度呢 到当那个西方的探险者 已经越过了南极 就是越过了南极 已经到了地球的另外一边 探到了澳大利亚的时候 他居然认为澳大利亚是南极的 他认为那是南极 他认为那是南极 但实际上根本不是 所以这个里边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再讲 因为这个还牵扯到 最近有一个 关于史前文明的一个说法 那个说法实际上站不住脚了 但这个东西将来再说 说的有点偏了 但就是这个例子 主要就是讲的是 平衡 你一定要知道平衡的两端 到底代表什么 你才能知道这个平衡 他能去判定这个平衡状 所以美国历史的二人平衡 它是变化 这个 它是一个变化的过程 就刚才我其实已经讲了 就是从建国时期 到安德鲁克逊 到美国内战 到进步主义 这是一个平衡的过程 讲多少分钟 是不是有点讲的 一定 你讲的是这个两岛 对 民主党 共和党 两岛 对 民主是国家的一个平衡 对 那刚才说这个地球这个平衡 水和这个物质的平衡 陆地的平衡 属物质上 跟人在地球上的平衡 是不是有无论外 就是说这个东半球 人口多 这边没人 那个没有 实际上我想这个例子 最重要 最重要 想说那个什么问题 就是说你在考虑 当我们提出任何一个平衡概念 你一定要明白 这个平衡概念里面 谈到了这个平衡的各端 它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刚才我举的例子 就是说你当你只考虑陆地的时候 实际你在讨论一个平衡问题 那个平衡问题 实际上是站在 所有物质的重量 那个层次上在讨论 而你却把它放到了土地 就是只有土地参与的这种物质 你就会出问题 我举的是 这就是这么一个例子 实际上有挺多的这种 关于平衡的一个错误的例子 太多了 其实生活里很多时候比比皆是 像今天我看了一个新闻 既然说了这个话 因为安娜问我这个话题 今天我看了个新闻 是讲说 现在大家去快餐店 尤其是麦当劳 你会看见麦当劳 它有那种直接在门口点 不需要见人 就直接在屏幕上点 点你吃的东西 然后就没有那个不用去柜台了 当时引进这个东西的时候 那篇文章就说 当引进这个东西的时候 很多人说 引进这个东西会让很多人失业 就快餐店他会失业 愿意听啊 愿意听就得 今天那个就是我说那个 就是他当时提出那个 就是快餐店所有那种触摸屏的点餐 当时有人提出说 你用了这个以后 很多人会失业 但实际上根据推行了这么多年以后 他研究发现就说 虽然柜台上的人是不需要了 但是因为顾客的点餐变快 所以后厨的人变快 因为你要应付更多的那个订单 所以实际上并没有说减少就业 而是增加就业 实际上这个又是一个例子 就是说你在考虑 当时考虑平衡的时候 你只考虑到了这个点餐机 在点餐的这个概念里的平衡问题 就是人数和这个问题 他没有跳到一个更大的范围 是我整个这个快餐店的 这个人数的平衡 所以像这样的 这样的情况就很多 就是说你往往 其实一个往往的规律是这样 就是当你一个平衡理解问题 有问题的时候 它一个是你是不是去真正的明白 这个平衡起各端的含义 另外一个就是说 就是我之前讲到的 说平衡它是小平衡 好大平衡的 大平衡的有小平衡 它是一个复杂的 所以有的时候 你一个小平衡 看了失衡的状态的时候 它实际上是完成了 你一个更大层次平衡的 一个平衡重新调整 这个一定要意识 这个没有办法 这个一定是独立思考 就是你一旦在独立思考 因为有的时候 你这个 它这个变化 前面没有发生过 所以你只有独立思考 只有这个 去真正的自己去想这个事情 你才能够把这个 你的思想的这个 意识形态 能够意识这个水平 提高到那个更大的 这个很重要 还有一个像前一阵 跟另外一个朋友在讨论 就是关于在家工作 就是现在不是 大家都在家工作了 就是在家工作 原来我是一直认为 在家工作是会影响到工作效率 大部分人在家工作 很多人在家工作效率很低 我认为这是影响工作效率 但是后来又跟一朋友聊 我那朋友就跟我讲 他说 不是把这点 他说 是 有很多的人可能 在家的工作效率会低 但是你不要忘了 有一些人 他们本来的工作效率是很高的 当他们得到了 在家工作这个福利之后 他的工作效率会进一步的提升 而这些人的工作效率 历来是很强 而他们的工作效率的这个增长 有可能会补齐 另外一些人的工作效率降低 那么整体的工作效率就会增长 他这么一讲 我就觉得 这是有道理 为什么 这其实在历史上是同样发生过 就当年推行八小时工作制 当年推行八小时工作制 这个是同样的争论 就是当时说 八小时工作制 那是不是工作时间减少了 就是我们的效率降低 但实际上推行八小时工作制以后 工作的效率 工人的积极性提到以后 反而没有变成增长 这就是又是一个 你如何考虑这个问题 反正戏码有点胡说 八小时工作制 是发生在上个世纪初 我们现在很多发生的事情 是和上个世纪初 有很多的几乎可以到达了说 事情对事情的这种映射 只是它的物质表象不一样 但实际上本质很多东西有想象 在里边昨天我还跟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 我还说了这么一个东西 就是说什么 这个大家思考 实际上美国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美国所发生的一系列的变化 和我们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 经济高速发展时候出现的 很多的事情现象 是一样的 是很类似的 对 包括经济高速发展 思想意识水平 有激进的 有保守的 不一 然后政府腐败重生 那么需要进步 需要改革 需要在思想意识形态上进行改革 那么有的人激进 有的人保守 不一的这种说法都有 但问题是说 这种情况发生之后 还有再一个包括 就是昨天我跟蔡霍卓说了一个 就是上个世纪出 报纸电话电报的出现 让信息大规模的扩展 一是信息爆炸 我们现在互联网AI的出现 也让信息再度爆炸 所以这都是类似的 但现在最关键的问题 其实值得很多的 就很多 这个华人思考 中国人思考一个事 那美国怎么在当时走出了 真正变成了世界头号墙 它怎么完成了进步主义的改变 而我们中国在现在这种状态下 有没有可能做类似的改变 或者说 我们中国跟美国有什么区别 那么在这种区别之下 我们怎么做 才能做出像美类似的这种转变 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 当然路不一定相 因为你的客观环境 客观条件不一样 但是能不能相同 这是不让 这是提出讨论的 思考的 大家可以回忆自己 看着